熊猫爱宝生宝宝的时候 到底有多痛苦 现在这胎一切挺好 可你不知道 在生产的时候那把它折磨的 翻来覆去换了好几个姿势 都没法缓解疼痛 7月7号凌晨4点52分 双胞胎大宝终于出生了 爱宝激动的想起来就想嘴中腮 但是肚子还是阵痛 灵爷爷只好抚摸爱宝 让他放轻松 爱宝也开始辞职产道 为再一次生产做清洁 6点39分 二宝诞生了 双胞胎姐姐180克 妹妹140克 自生产以来 三头熊的身体状况都不错 原本灵爷爷送爷爷就不清闲 这下不得忙得起飞 有网友说 吕寒大熊猫生了双胞胎 需要追加租金 他们当时只给了两只的钱 但现在却养了隐之熊猫 看来退多人不知道 不管谁租借熊猫 每只熊猫每年都要交 100万美元的租借费 如果产换了 归中国所有 还得另外支付60万美元 而且成年之前必须回国 这下引致吕寒大熊猫 每年光租金得都350万美元 差不多2500万软妹币 而且这还是租金 保证金的令算了 吕寒大熊猫 爱宝生了个双胞胎 这下宋爷爷和灵爷爷不用抢了 一人一个刚刚好 开心的藏都藏不佳呀 当然他俩在照顾新生儿的同时 肯定也会照顾好宝妈和爱宝 至于乐宝 只能自己照顾自己了 有人看到刚出生的双胞胎姐妹 说他俩长得像老鼠 这是因为熊猫宝宝属于早产医 在身体里还没吸收到足够的营养 就会像屁一样 被丢的一下钱出来 别着动作如此的行云流水 但整个过程还是挺痛苦的 因为宝妈的产道只有铅笔粗细 动不动就难产生不出来 就算生出来 也可能因为分晚时过度挤压 导致小患子扛不住嘎了 所以为了活下来 宝宝都早早地出生 熊猫为了提高存活率 一旦生双胞胎 只挑身体好的补育 身体差的就丢掉 但动物园可不排 生一只养一只 所以爱宝乐宝一家五口 肯定会被好好地照顾 双胞胎的出生 加上福宝过生 真的是喜上加喜 韩国爱宝乐园招助理的新闻火了 原本7月20号 熊猫福宝就三岁了 过生肯定得有礼物啊 碰巧这几天 爱宝要产会 将爷爷和宋爷爷忙不过来 所以原方计划招三个 福宝100饲养员助理来帮呦 在不能靠近福宝的情况本 准备三岁生日礼物 当然工资也不低啊 高达50万韩元 差不多2800软妹币 本来韩国人都特别喜欢熊猫 在高薪的加持下 报名人数竟然13620个 录取比例高达4540比1 这笔考工还满900倍 许多韩国网友留言 只要能进去打工 看看福宝就心满意足了 还要啥自行车亚斯密达 如果自己能被录取 命运倒贴50万韩元 给福宝买零食亚斯密达 因为申请人数太多 他们只能简单筛选后插签决定 2016年 福宝乐宝到韩国生活 那把斯密达们给激动还了 还长长得对来看满熊 那场面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红旗招展人中人海 而灵爷爷和宋爷爷也不负众望 把熊猫们照顾得好好的 斯密达那么喜欢爱宝乐宝和福宝 不知道过些年又一回国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 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 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我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 订阅我 再见